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福德官方正式发布了第六代探险者车型的官图 可以看到新车采用了全新的前脸造型 前隔山大致呈现出道具形 但两侧同围到底前的大灯组 以嵌入的方式与前隔山强调结合 灯组轮廓向车身两侧逐渐收窄 搭配硬朗的车头线条看上去更具力量感 前包围两侧采用了小尺寸的开口造型 调装LED行车灯相嵌其中 同时银C双色前下副板的采用 也增强了硬排气息 新车侧后方整体比例和主要设计元素 如悬浮式低柱都与现款侧型相似 维部灯组轮廓更加棱角分明 此外部分侧型还将采用双边供四处布局的外露式排气 冰冻感十足 类似部分新车采用了对称四周控台 面板起伏层次感丰富 软质包裹的木纹装饰在内部也均有提供 中控使用了12.3英寸的悬浮式液金屏幕 并在控调控制区域还保留了丰富的实体按键 所以布局方面 其采用了2加2加20的布局 全新探险者提供了旋钮式的电子换挡机构 同时配有电子手刹和AutoHot功能 后方还有失去模式的选择功能 同类方面 全新探险者有普通版将提供2.3T直列四缸发动机 和3.0T双涡轮增压V6发动机 其中2.3T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304马力 风扭矩为420牛米 3.0T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370马力 风扭矩为515牛米 转动方面 与之匹配的是时速手机提电机箱 据悉 新车将于1月14日 开幕的2019北美车展正式状象 此外 全新探险者将于近年内 由长安福特实现国产化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近日 广汽传汽全新干铁车Intrance预告图被曝光了出来 可以看到 该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 牵连仪式封闭式的隔山设计 赤头看上去较为圆润 发动机舱盖上方似乎带有一根光带 赤头两侧的LED大灯竹 下方进气口看起来较为凶横 而在车尾部分 新车采用了贯穿式的微灯竹 看起来较为紧接宝马 根据官方透露的消息 该车还将搭载广汽在智能网联 新能源自动驾驶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 展现广汽对未来移动生活的愿景 并且官方将该车定义为崭新物种概念车 这款车将会在当地时间1月14日开幕的北美车展中首发 大家觉得这车如何呢 长安汽车官方正式公布了旗下全新中型SUV 长安CS852.0T预设价格 以及部分配置信息 同时该车正式更改名称为CS85酷普 外国方面 新车前年采用了最新的叠意家族式的隔山设计 而内部则融入了较为复杂的实际元素 两车为多变形的大灯竹 视觉冲击力不错 车身侧面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流畅的刘备色的造型 车身线条从B柱开始线下倾斜 整体视觉效果十分协调 尾部方面 该车采用了双面供四处的排气布局 视觉效果十分震撼 车身指示方面 其长达高分别为4720 1845 1665毫米 轴距2705毫米 内上面 新车整体采用了黑色与红色的装饰搭配 并在多数细节加入了钢琴烤漆 以及多个元素进行点缀 同时配备了三幅度通光的方向盘和大处处的中控电器屏幕 中控屏下方还整齐的排列有空调出风口 控制按键等 比较特别的是 该车采用了油顶式挡拔造型 质感很不错 配置方面 其2.0P版本车型还将全系标配远近光一体式LED前纳灯 持久硬厨轮圈 电动天窗 倒车影像 自动双区空调 电子手杀 无瑶式进入 一键启动等 安全配置方面 其2.0P版本车型还将全系标配 启程式车身电子稳定系统 直接是抬压监测系统等 后来方面 长安CS85COOP将搭载1.5T或蓝金2.0TGDI两款发动机 其中1.5T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78马力 2.0T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233马力 方式扭矩369米 在传递方面 与2.0T发动机将匹配的是来自爱信提供的8速手机体电竹箱 以进一步提高燃油经济性 据了解 该车将于2019年上半年上市销售 其将推出三款车型 于是价格区间为14.99至17.19万元 你想来一辆波 奥迪观光正式发布了新款奥迪TDS Roast的官图 作为奥迪TDS Roast的性能版本 新款TDS Roast更加具有辨识度 其六边引进去格三 采用了全新的蜂蜂网状设计 一改TD侧型的横条幅格三 同时保险杠两侧还增加了运动装饰 尾部增加了后方运动装饰器 来模拟后轮三二开口 并在保持双边共四处的基础上 又花了车底扰流板 同时新车将标配18英寸轮圈 并提供19和20英寸轮圈共选择 此外新款车型还增加了迈充程和涡轮兰两种车漆 在此方面同样使用了奥迪虚拟驾驶商系统 增加专属的运动模块 同时S专属座椅提供双色搭配 多年方面新车将搭置2.0TFSi发动机 隧道功率306马力 风转距400牛米 丧头方面匹配7速Astronic双零流变速箱 新轮方面新车的百公里加速时间仅需10.8秒 最高时速被限制在了250公里每小时 这次你会考虑购买吗 而且麦可伦官方发布了旗下新车 麦可伦600LT Spider的预告图和预告视频 这次发布的预告视频 向我们大致展示了新车的车尾造型 视频中的新车车尾造型 与新款麦可伦的600LT基本一致 车的外观上将会增加更多的空气动力学套件 包括碳纤维前唇侧群后扩张器等 而发动机参概上则是结合了740S Spider和600LT的特点 两株式圆形排气孔采用顶姿势设计 更短的排气管路协助降低了整倍质量 同时也带来了根据战斗机器的视觉效果 类似方面目前尚未发布 单考600LT来看 类似方面较多采用双拼配色的Ectera材质 同时还可以选装碳纤维材质的座椅骨架等阻接 同类方面 全新麦可伦600LT Spider 同样将采用与麦可伦600LT相同的动力配备 现款侧性搭载了3.83所有人增样微发发动机 最大功率600马力 风流距629米 百公里加速时间仅需2.9秒 急速可达328公里每小时 据悉 全新麦可伦600LT Spider将于2019年1月16日正式发布 新车的生产周期为12个月 这次还是看看就好了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特保收收关键词VG 先去手机好配件 等你来聊 当然也别忘了上面关注VG的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